在2020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你是必方》 女主明明喜欢男主就因傲娇伤害了对方 正好闺蜜对男主也有好感 于是趁机出手 导致女主只能后悔痛哭 林和欣是情媒主骂 两人都喜欢着对方 可林却无法将自己的心情传达给欣 最近她总是梦到自己从高空坠落 被惊心的感觉很不好受 于是便跟欣吐槽了几人士 欣认为这是在提醒林要脚踏实地 她觉得林总是三分钟乐度 长跑太累就索性不跑了 学习不好就觉得有补考 便总不放在心上 但林反驳 努力也不一定有回报 那还不如让自己活得轻松点 林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 她总会天马行空地去想象一些 不解实际的东西 但或许就是这些看似糟糕的情况 让欣对林产生了好感 而抱怨好感的鼻子 总而在相处的不经意间感到甜蜜 他们去了水珠馆又吃了甜点 欣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林一定会喜欢 可等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但在晚霞的沉头下 气氛逐渐变 而在林拿起相机按下快门的时候 新的车身映入了镜头 她情不自禁地想要多拍一张 之后为了鼓励林 她把手上的手窜送给了小林 而人四目相对 就当心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林多闪了 她果然无法勇敢去表达情绪 甚至连面对回应都感到害怕 等回到家后 林望着桌上的手窜 想起了新的脑袋 心中的情感难以掩藏 她真的好想好想鼓足勇气 更新 坦路感情 然而就在林犹豫时 闺蜜原家却有些坐不住了 望着林和新的谈笑风生 原家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在傍晚放学的时候 去问您是不是在和新交往 听到这个问题 您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赶忙捂住了手腕上的手窜 随后再解释 自己对新没有特别感情 从作业就是聊得来的好友 在得知原家对新有好感后 林尽头老发乐 鼓励原家往前走 还特地知道机会让原家和新独处 自己却在暗中独自身伤 而自从知道原家也喜欢新之后 林只要跟新在一起就会感到压抑 两人相约去看电影 他全程面无表情 而新自然也注意到了林的情绪问题 而能从电影院出来以后 林注意到街边有一个占卜的牌子 于是便走进了这个小巷 本来或许是想咨询情感问题 结果占卜师就告诉林 他马上就要遇到大麻烦 有一场试炼在等待着他 林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可却被新突然带离了这间占卜屋 他抓着林的手逐渐用力 最终林无法忍受 扯了一张这段时间来的情绪爆发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明知道闺蜜喜欢新 自己不敢表白 却还求赞却巢 他甩开心紧握的手掌 云淡风轻地表示 自己跟新只是脸缘 又是男女朋友 甚至抱怨新每天跟在他身边 也不去交点朋友 每一句话都在深深地伤害着新 说完遍独自离开了 可回到家后的林还是放声大哭 他后悔当初自己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来 加上新不断在尝试用手机联系林 这更加刺激了林对新的愧疚 于是消息也不回乐 直接点了大雨 汽车自行车引伞都不打 只想立刻马上跟新相见 可天有不测风云 林在乖叫处被汽车撞翻 到这里相信很多观众都感到了熟悉的味道 但这次车祸并不是一时间传送他们 也没让林失忆 更没让他领喝饭 林只倒在地上看着自己脏了 觉得现在这种状态 没办法去见心了 于是两年的相见 等到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林在校门口遇到了新 本想和他道歉 但他新就像没看到林一样 从他身边紧直走过 原家之手也正好出现 结果新竟然跟他有说有笑的 他的性格本来就不强势 这一幕让林有些怒漠 却也没有多做什么 于是便在回家途中 来到新的身边 他细声细语的解释 昨天的事 而新 能就没有办理回应 并且下一秒 林突然听到一股刺耳的声音 他惊恐地捂住了耳朵 随着一道蓝光 穿过地铁 直冲云霄 而伴随了蓝光 林 也被吸纳进去 蓝光消失了 林就像之前做梦时的情况一样 从天上掉落 当林睁开眼后 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空旷的列车上 看向窗外一群企鹅在天上飞过 而水面上有金鱼月季 列车行驶在海面上 在一个站台前停了下来 林好奇地走出来 发现满街都是黑影状态的人 他以为这是在做梦 看到在旁边花车上有一个玩偶 他抱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玩偶说起的话 他告诉林 这里不是梦境 而是世界的边境 简单来说 这是林的灵魂出窍了 想要回去现实世界 就得想起显实的记忆 否则就会被送到阴间 彻底迷失自我 而眼前这个玩偶的工作是引导 引导过往的人整理出他们的回忆 不再那么混沌地去另一个世界 玩偶便出了一扇门告诉他 走进这扇门就能够进入他所期待的世界 而当林打开这扇门的时候 后面有个叫小菊的人 告诉他不要过去 赶快回来 正当玩偶和小菊争论 林是不是灵魂出窍 侮辱这里的时候 林发现自己的双手开始变黑 这才发现这并不是梦境 小菊过去让他赶快回忆珍贵的记忆 就是这样才不会迷失在这个世界 林没有去想要前生父母 更不是自己人生目标 而是想起自己有必须要对心说的话 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 即便到了一届 他一个人也不会改变 但是这个时候 天空突然变成黑色 四处都开始竭望 并向林蔓延过来 小菊告诉他 这是病 是世界边境的守护者 如果被他抓住 就无法再回到现实 他带着林来到车站 这里是病无法接近的地方 如果想要回到现实 就必须拿到电车票 和证明想要回去的决心 小菊告诉他一个办法 去物品遗失处找回记忆 可等小菊来到物品遗失处 面对对方的询问 他却无法很好地说清楚 最终 只要放开了手 让对方把门关上 这意味着他没办法回到现实 他颓废地蹲在地上 小菊走上来安慰他 玩偶则表现得不知所措 于是他提议去找大神 只是知晓边境所有事情的大人物 他们算了来到大神所在的地方 没想到所谓的大神 竟然是去世已久的森婆婆 以前林可喜欢跟森婆婆玩乐 于是很乐情地与森婆婆打招呼 他告诉婆婆 自己想要想起记忆 婆婆告诉他 连当他遇到困难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里躲起来痛哭 森婆婆也不知道林遇到了什么事 所以他让林走进他常走的那扇门后 里面或许会有答案给他 那林不知道的是 先进他曾尝试用手机联系现实世界的心 机会电话意外拨通 但是因为信号急刹 却无法进行沟通 而在医院里的心 往了手中的手机 难以置信接到的电话 是正躺在病床上的林所打来的 他看了林良久 转身去找之前遇到了占卜师 而占卜师听完原有表示 自己不能帮这个忙 突然心头疼不已 大焦地倒了下去 在另一个世界的林 像是感应道一样 回过头叫着新的名字 一难就难地走进了那个小木屋 他在那边看到了 自己过往逃避的所有事情 只要遇到点不顺心的事 或者自己不肯面对的事 林就会第一时间放弃了 最终 再看完这些记忆碎片 他更坚定地打算不再逃避 要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顺利走出来的林 再次来到物品一世处 这一次 他务必坚定地想清楚了 自己要找回的记忆 在重量的期待下 林最终拿到了电车票 和大家纷纷告别之后 林便踏上了回去了列车 只是列车在行驶到 一半的途中停了下来 林看着手中的车票 跳下车 走到前面的站台 他犹豫着打开了门 结果却又回到了世界的边境 王老告诉他 回到这里其实才是林的本意 林无法接受这一切 他哭着找到了孙婆婆 为了帮助林 孙婆婆变身化成了大神 这才是他原本的样貌 他说这一切都是病搞的鬼 他总是抓住了 林无法明确传达心意这一点 让林无限回到原地 如果想要真正地回去 就必须有强烈的意志 说完便便出了一扇门 让林重新走过 这次林来到了一个庙会 他看到一年前的自己 和心一起抓鲸鱼的事情 远处的烟花绽放 心好像对自己说了什么 但他却根本想不起来 这只记忆画面突然崩裂 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位白发男子 他自称是病 说一定不会让林回去 为此病 变身成了红色巨型蜘蛛 疯狂地追赶林 就在林逃无可逃的时候 王傲出来阻止帮助他 他甩开了巨型蜘蛛 让林进入自己的嘴 被吸进去的林从高空落下 快要接触到地面的时候 被小鲸鱼拖起 金光闪现 小鲸竟然就是林 养在水缸里的小鲸鱼 这一次 他打算帮助林 回忆起重要的事 他带着林 躲避着病的进攻 但还是被病 一掌派入海中 在他快要沉入海底的时候 却看到星 赶来一把抓住了他 也就在那一时刻 他想起了放烟花的时候 星说的四个字 我喜欢你 可因为自我怀疑 导致林 一直都很害怕 面对这份感情 他认为自己 没有被爱的价值 遇到任何事 都只想着放弃了他 又如何拥有爱情 但是 因为来到这个世界后 担心不能再见到星 这个情况让他特别着急 他总算察觉到自己真实的想法 他们恶人在站稳之后 星的身体开始散发着 五彩斑斓的心电 那是现实世界中 身为战博士的姑姑 运用力量 夺回了新的灵魂 运着新的离去 并再次出现 汉德林无比坚决的意志 并这次也同意 让他再次尝试回到过去 可虽然他如愿回到现实中 但还是没能回到自己的身体 也触碰不到心 并再次出现 让他认清现实 遵守规则留在这里 运着林的生死历劫 走进房间的林 眼泪止不住地流 但感觉自己这样 是一种打脑就离开了 心转住林的手腕 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于是跑了出去 他又感觉林 就在门外长夜上哭泣 他询问着林 是不是在这里 眼神中透露出坚定 这时林手腕上的手窜崩坏 林的灵魂也随之消散 不过从病房捧着手窜出来 先拿起一个珠子 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带着林的身体 拒绝他到了 曾经彼此约定的地方 他一边变得 讲述着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 对着天空大喊 你要回来这里 但林却因为无法回到身体 又涌发了放弃的脸头 不过小菊从始至终 都一直在鼓励林 影响了很多很多 这种才明白 自己其实害怕的 不是面对感情 而是有其他顾虑 他担心自己对新的感情 会让三年有意破裂 但是这一次 他想和原家 欣 倾诉自己的想法 他走向通往未知的大门 却停住了手 他明白了这扇门后 根本没有他想要去的世界 而并问他 想要去哪里 林自信地回答 想要回去到活着的世界 这次这种旅途 除了让林指示自己 更多的 是想要让林 不要顾虑他人的观点 不要因为他人 而让自己选择 左右摇摆 他的人生本就由他自己决定 林通过的测验 至此之中 不管是大神也好 病也罢 他们所指引的路 都不是回到现实的道路 只有林想清一切 这场旅途自然 也就到了终点 最终病 大神和门 都消失了 林飞月娥气 穿过一个金色的大门 从天而降 穿过樱花 回到现实中 终于 任何心 静静相拥了 完结 撒花 这部动漫的剧情组织 其实很容易懂 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懵懂 害怕 担心 以及成长 本是一个常见的题材 但是由于逐渐太多 PET画面 以及声音问题 导致在公开评价上 并不是很好 另外该翻了 吐鲁吉安的魔法 做事让观众有些措手不及 没有一场中的 一世界穿越 更没有失意 死亡 一切走向 全部按正常套路 可涉及到情感问题的作品 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 如果不能对观众产生共鸣 还是会被人各种吐槽 以及现在市场 到处都是这些题材的作品 如果没有机构质量撑腰 结局 自然可想而知 最恐怖的是 虽然很多人在吐槽 但我 竟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没办法 看 我 看 这次